HELLO 大家好 我是杭州閃電隊總監督小鬼 好久不見 距離上是閃電的前線已經過去很長一段時間 我們閃電隊走過了一段艱辛的旅程 我們完成了教練組調整 拿下了階段賽程的四連勝 成功舉辦了中國第一場守望先鋒線下主場比賽 我認為現在是一個合適的時間 和大家分享我們每個決定背後的理由 首先我們剛剛宣布了Andante教練與Mentalist教練的離隊 這個決定看似倉促 其實我們對此已經思考了很久 這個決定可以說是在非常艱難的情況下才執行的 2021依然是充滿挑戰的賽季 在疫情的影響下 人員跨國流動相較過去可謂是無比艱難 這導致我們在人員選擇上面臨極大的限制 但是我們要承認 在休賽期的準備時 我們在前教練團的布置上沒有做到最優解 是閃電隊本賽季面臨種種困難的根源所在 面對賽季開局不利 在發覺出戰隊面臨的根源問題後 我們決定迅速做出調整 因此我們立即著手讓Andante和U4兩位教練 接手主導閃電隊的賽訓工作 同時調任原BLG的主教練Mentalist前來支援 這樣的調整很快就取得了階段性突破 正所謂奉命於為難之際 三位教練組成的全新教練團隊 很快問我們在賽序攤牌和戰術制定上帶來的成效 這也讓我們在第二階段拿下漂亮的四連勝 但杭州閃電隊艦隊以來的目標 從來都不僅僅是成為一支成績還不錯的隊伍 我們對於季後賽和總冠軍的追求是持之不懈的 同時我們也有著對未來長遠的競技規劃 我們非常感謝Andante教練臨危壽命 接過臨時主教練一職並為我們帶來勝利 但在之後的比賽中 我們認識到Andante教練與杭州閃電隊的賽訓理念之間 仍然有不可彌合的間隙 因此在距離季後賽還有一些時間的當下 我們經過深思熟慮後不得已結束與Andante教練這位可敬夥伴的合作 Andante教練也於6月30日開始不再負責閃電隊的賽訓工作 而另一位教練Mentalist則是由於他個人對未來工作行業選擇的原因 告別了守望先鋒 我們也感謝他在這段時間對閃電隊的貢獻和支援 同時還必須要說明的是 目前閃電隊的教練組依然不是我們心目中最完美的狀態 我們也會繼續在世界範圍內積極的尋找更合適的教練人選 我相信不久後的將來一定會有好消息與你們大家分享 接下來我想和大家聊一下萬眾矚目的杭州閃電隊主場活動 我現在都依稀記得主場比賽時當選手們打出精彩操作後 現場山呼海嘯一般的歡呼聲簡直要將場館的頂掀開 對於我們的選手來說他們中有一些人是時隔一年多再度回到線下 而另外一些選手則是第一次感受到主場的熱情 前往線下參加比賽和線上比賽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 線下比賽會有更多額外的工作要去考量 這對於我們賽訓團隊而言是一次極大的挑戰 但是在我們的階層努力下 克服並解決了包括臨場備戰設備硬件等諸多困難 因此我相信有了第一次主場比賽的經驗 我們對未來更多的線下主場 甚至是疫情後的全球主場充滿信心 聯賽不是百米衝刺 路遙才能芝麻梨 我有一條始終奉行的人生哲理 那就是做對的事 今年杭州閃電隊確實走了一些萬路 但好在我們及時意識到問題所在 並勇敢做出改變 2021賽季的比賽已經過半 我們杭州閃電隊也將會在後半程中火力全開 以進入季後賽為我們的第一目標 感謝所有杭州閃電隊粉絲的支持 正是因為有你們的存在 我們才有了不懈進步 並追求更高競技水準的動力 Spark Fighting